二毛人站在墙边 手拿网子不断往地板挥过去 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在场的人这么紧张 仔细看黄黄的生物在蠕动 竟然是一只活生生的金黄色巨蟒 目击民众边惊呼边拿手机录影 这条大蟒蛇身长至少五公尺 过程中不断扭动身体 光靠一个人根本抓不住 就连远警也加入帮忙 其中人先压制住蛇的头 再合力把它装进网子里 金黄色大蟒蛇就出现在台北市西门町电影公园 17号早上八点半 一名妇人意外发现它 吓到不知所措 直接跑到对面派出所报案 通知动保人员来捕蛇 原来这是一条网文蟒 身长五公尺 足足有六十公斤重 幸好不是毒蛇 电影岭才会出现的巨蟒 竟然现身在西门町 还好主人已经主动联络 动保处要来领走 这回蟒蛇在大街上爬爬走 惊动不少来公园散步的民众 是 是